好我们来看到又发生民众在家里头死后送医检验 才知道自己确诊了 这是在桃园市有一名中性男子 23号午睡之后昏迷不醒 家人当下赶紧打了电话给119求助送医 经过医护人员急救之后还是回天乏术 卫生局说这名男子呢大约是50岁 没有打过疫苗死因还有待法官相眼厘清 好另外我们还要来看到 这是在新北市的新庄 有一名两个月大的女婴 日前在家中死亡 医院呢按照规定裁检之后 发现他PCR阳性是最小的死后确诊者 按照规定遗体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火化 好但是医院发现他身上有伤痕 检方怀疑死因不单纯 因此现在决定要保留遗体 在24号解剖 厘清他的死因 救护车抵达现场停在社区前 家属慌慌张张走出来 怀中抱着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婴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送医后PCR阳阳性反应是最小的死后确诊者 妈妈是提到他10点看了孩子之后 那下一次看到孩子 就是看孩子的一个时间 就是晚上6点的时候 那对于一个两个月大的孩子的照顾情形而言的话 相隔这么久才照看孩子的状况 确实是有点不太符合两个月大孩子的一个状况 21号晚上6点多新闻日新庄这名女婴送医抢救无效 按照规定人需PCR裁检一验成阳性反应 她的妈妈拱心女子释放当下拒绝筛检 直到被警方带回发现她快筛阳性现在回家隔离 但女婴送医时出现失斑不明伤痕 妈妈公称孩子都是同军人照顾 社会局接获儿哨通报已经进入调查 有启动司法侦办 那检察官相验了以后也觉得说 可能有解剖的必要 女婴妈妈产后还在休养 平常都靠父母帮忙接济 两个月大女婴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感染 依规定得在24小时内火化 但整起案件一电冲冲 遗体保留至24号上午解剖 究竟是病毒引发并发症 还是有外力介入 有待司法后续理清 记者综合报道 疫情现在真的蛮严重的 儿童染疫也出现发烧等症状 台中和新竹都有确诊 孩童必须要紧急就医 因为情况实在是太急迫了 家长没有办法 最后之号请求警方协助开道 好另外呢 在云林又一名六岁的小男头 确诊之后严重癫痫休克 一度肾衰竭 紧急插管洗肾 住进家户病房 现在人还在跟死神疤河 警车警笛大响经过路口开始加速 后方黑色轿车紧紧跟上 一路开往新竹台大医院 因为车上载送五岁女童 确诊发烧呕吐瘫乱 警方紧急开道救援 为避免延误就医 本所立即派员协助开道引导 当时女童阿嬷想直接开到医院 但不熟路况只好把车开到派出所外 冲向值班台求助 远警也恶化不说立刻出动 把20分钟车程缩短到6分钟 紧急救援场景换到台中 确诊男婴发烧省值不清 爸爸急着在他送医 偏偏偏碰上下班车潮 马路塞报 爸爸只好把车开到禁局求助 将原本15分钟以上的车程 缩短至5分钟 经急诊医师处之后 暂无生命危险 云林也有一名6岁男童 和妈妈等亲人同住 随后出现症状快筛应转阳 21号癫痫发作休克 转送台大隔离家户病房 至今还没脱离险境 截至23号为止 这波本土疫情波及许多幼童 累计14名重症个案 其中6名孩童并发脑炎 造成5人死亡 这波疫情来势汹汹 对孩童伤害更是不容忽视 记者综合报道 本土疫情持续的升温当中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预估 从26号就会开放 全民试用快筛阳性就等同确诊 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说 其实在5月1号 他就已经做这个呼吁了 但是足足拖了三个星期 专家表示 由于快筛不够敏感 阳性就是阳性 但是阴性不一定是阴性 因此建议新的制度上路之后 把省下来的PCR量能 运用在高风险 有症状的快筛阴性对象 希望能够及早找出遗漏的个案 并且投药 减少死亡汗事发生 好 接下来我们还要来看到 在24号这一天 新增了82,300多例 高雄的确诊数字 连续两天都比台北市还要来得多 因此专家分析 现在已经到了南北黄金交叉期了 预估在月底之前 这一天会爆充到16万例 等到340万人染疫 曲线才会探底 本土确诊数原本连4天下降 24号个案数又再度飙升 本土新增82,363例 另外中重症增加了251例 还有42例死亡个案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高雄市确诊9437例 比北市8566例多了800多例 已经连续两天都超过台北 医师说百千认为北部疫情逐渐往中南部延伸 长照机构注明一旦染疫 将是危险中的危险 医师沈正南表示 基隆和新北病例大幅降低 原因就是高峰已经过了 台北跟桃园也差不多 不过全台高峰会在5月底前到来 单日新增会是16万例 等到340万人确诊 全台曲线才会探底 我的看法都比这个稍微低一点点 看起来整体的趋势 是比较相对是平稳的 很快的走向很高 但我个人认为可能性没有那么高 专家林氏璧认为PCR量能逐渐变低 上周平日平均有10万左右 周日却只有8万 但是PCR阳性率仍旧缓慢上升 全民试用快筛阳性及确诊 指挥中心预期在本周实施 我们这两天就跟医院相关的筛检站 对于人力的安排等等的细节 做最后的一些确认 那很有可能会在礼拜四 就全面来实施 快筛阳性的民众 到了裁检站可以先诊断确诊 降低取药难度 就是要让高风险患者 在轻证时尽速用药 记者张又辞王一众台北报道 好 现在疫情蛮严峻的 外界认为应该要提早来放暑假 因应到底可不可能呢 台北市长柯文哲已经说了 疫情程度还有管制程度 必须要取得一个平衡点 因此最慢在星期四的时候 就是对外来做宣布了 不过新北市的部分 目前则是暂时没有规划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陈时中说 关于学校教育的事情 教育部会来做一个通盘的考量 教育部主命廖新国则表示 目前有校园因应疫情调查 授课方式的实施标准 教育部未来还是会依照 这个调整学校的授课方式 等同说没有直接回答 是否要提前放暑假 北市单日确诊下降到8000多人 但6到11岁的学童 根本还没打疫苗 下周高中以下 是不是继续停课 还是要全面提早放暑假 是否会提前放暑假 台北市周四会宣布 但专家说看到孩子的重症 死亡率 这缺客可以补 但命和健康却无法补 有专家评估北市疫情 7月将降到每天1000例以下 柯文哲说多撑一下就能解封 在一个半月内 把这些可能感染人都感染完毕 那台湾就可以比较顺利的解放 全台一日生活圈 中南部确诊数逐步攀升 但陈其迈却怪说 台北市PCR量能不足 黑数太多 才让高雄确诊 看似比台北多 柯文哲反击陈其迈真的搞错 欧摩全台肆虐 全民只期待早日脱离病毒魔掌 快点解封 记者杨切浩 徐光豪 SNG小组 台北报导 我们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树的 那再来呢还有这一种款 这种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